深坑,这个地方呢,它有条古道 那边其实都是百年了茶区啊 但现在都还在种茶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你带着小朋友坐着捷运 坐到捷运木炸站 然后马上搭那个开网石定跟木炸的公车 十分钟,一旦就已经到深坑老街了 深坑老街呢,然后沿着博物路 走两公里到根山口 就可以开始走所谓的茶山古道 茶山古道非常的迷人好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台湾里山最美的部分 那地方其实到现在都还种茶 而且那边呢,都是友善环境的农业 就是说你今天带小朋友来这边爬山的时候呢 你可以遇到八、九十岁的阿公 他从他出生就待在这里了 他们只有小学的时候到下面木炸国家里面书 接下来他就是跟着日出而入日落的行 就这样待了八、九十年 天天种茶,当茶很健康,爬山的人来喝 所以说小朋友在爬山的过程里面,他不是一直在爬山的 他会遇到这些阿公阿嬷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当地的居民、农夫做一些互动 所以爬山的过程其实是你会发现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 好,这是茶山古道 好,那当然啦 他漂不漂亮? 当然漂亮 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照片 照片一定漂亮 其实这一代的北台湾山我都知道 其实他比较潮湿 但是深坤茶山古道最让我买到珍贵的是 像我在中原上班 我从高速公路开到登山口 大概是过八个红月灯 八个红月灯我大概只要开十分钟而已 然后我一钻进登山口就变成这样 其实我觉得住台北这里还蛮幸福的 那当然这一代的好处就是去的人很少 所以你走你只会遇到农夫 那这边的景观就有点像是 辽马逊就赖丑的一样 一片绿 我心情很好 那这边当然我其实常常背我的 baby 去那边玩水 这边小溪都很干净 所以说这种地方 你带你的学生去从事山野活动的时候 你也愉快 他们也愉快 因为不太会跟其他的山友交错 我今天介绍的都是比较有特色 但是又不会让你顾人顾得很辛苦的那种 你基本上来前后两个老师压队 他们不太会调人 OK